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小文兄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一代巨星刘文正 昨天下午爆出死讯 起初是由经纪人夏玉顺证实 可是经过一夜事情急转弯 夏玉顺在今天中午又改口说 刘文正其实没有死 舞台上再歌再舞 一代巨星刘文正15号 经常世事轰动演艺圈 证实这消息的经纪人夏玉顺 前后双辞却在一夜之间大转折 如今改口人其实还好好的 但明明前一天才斩钉截铁的说 刘文正在70岁生日前奏事 主龙的11月12号 在生日的前一个礼拜左右 走的心机可能在 为何要替刘文正演假死亦出戏 夏玉顺说因为大陆又有人出二十多亿 要他扮巡演他并不愿意 原本夏玉顺还像说他没死的人 含话出来对质 而亲戚听闻消息表示 夏玉顺刘文正两人根本没联络 赫露刘文正其实人在菲律宾 美国的大嫂及阿姨都分别接到报平安讯息 亲戚友人则分析这是要以不堪之数逼他出来 与刘文正读高中时结识 现今是亲子专家的雷洛美说两人毕业后断续 但也回想当时对彼此真心 曾与刘文正同住在拉斯维加斯的歌手杨耀东 也表示两人同样参加过歌唱比赛 陆光义工队服兵役 但不同的是他已经退出歌坛 不想再受人瞩目 判给刘文正一个自由空间 经纪人夏玉顺把刘文正判死后 又判生引发轩然大波 而他本人则是被爆料 1月29号搭飞机前往美国旧金山 在商务舱失控大闹 机上画面曝光 人为这经纪人夏玉顺在商务舱失控 画面曝光 空服员安抚他像在哄小孩 但夏玉顺一度失控 疑似餐点或茶水打翻 让他座位失了 空服员斥责要他别肢体接触 事发在1月29号CI004航班 晚间11点40从淘基要飞往美国旧金山 夏玉顺被指控 在商务舱对乘客和空服员咆哮 也疑似有骚扰行为 情绪失控 还要求空服员帮他穿袜子 你也不能说他喝醉 总之他就是有点情绪失控 他做出来的事情是比较脱续 语劝都不听了 那就造成最后在落地的时候 我们有请当地的警方 有上飞机来做一个处理 前机师先任北市议员张志豪 转述当时该航班上机组员说法 根据了解因为夏玉顺 造成空服员困扰 但碰巧下一次飞行 两个人又同航班 航空公司因此调换组员 要避免两人再有冲突或不愉快 当地警方大概也是觉得说 这会成个年纪也比较大了 所以也是没有给他比较积极的处理 可能在劝导之后就让他离开了 对此我们曾向夏玉顺求证 但问到是否有搭机失控 他就挂电话 这回再打给他电话关机 没有获得回应 而黄航说这起旅客自扰事件 证实有安抚并制止 自扰旅客以及通报航警 但事后旅客抱怨 搭机过程未受特别关照有所不满 但也有多位同机旅客反应 该为滋饶旅客影响他人 黄航说旅客机上行径实属不当 影响机组员勤务 和其他搭机旅客 对此已召开相关会议 将进一步依法采取行动 TBI新闻中华报导 这日焦点再来关注 对于2024大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先前一律表示 先等三月南投立委补选后再说 但就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表态争取蓝营提名参选 2024之后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却率先 跟郭台铭碰面交换意见 今天朱立伦的说法改了 主席都说了 2024不照进 但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却已会见 想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动作有很大吗 他就是表达 愿意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意愿 然后我去看了他了解沟通 只是交换意见 若等同征询 那怎么能漏掉党内的最强母鸡 党这边有跟你接洽说 有约时间了吗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那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的角色 是不是没被约到 后遗说做好份内的事最重要 但若是为郭提早启动征询 党内也忧心 一个郭台铭打乱蓝营整盘棋 毕竟现在党内就以壁垒分明 党外人士又来给压力 像是337的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 就说企业家跟政治家不大一样 照每个人优点来创造未来才重要 而前国策顾问黄越岁也表示 郭台铭财大技术的不谦虚 令人失望 想回国民党又不道歉 但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就搬出社会形象帮他还家 我个人认为郭董事长 对台湾是有贡献的人 甚至来讲他的社会形象跟国民党比 不见得会输搞不好更好 判骂声平息 赞许郭台铭就算拿整个党来比 在所不惜 好那么2024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的提名之争 已经白热化了 侯友宜还没决定是否参选 那么他考量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小新年龙再有记者伟佳琪 2024国民党要派谁出战 目前呼声很高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不过侯友宜到底要不要点头参选 据传他现在得考量的是三场选战 还有谁有能力能够下降民进党 我们大家看到随着2月14号 这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呢 他表达愿意批蓝袍 让国民党整个提名之争 似乎是开始白热化了 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倒是相当的淡定 强调自己绝对不会造劲 但相关人士就说了 其实侯友宜从担任警察到新北市长 目前的评价都是正大于负 但是如果你去选总统的话 就会担心了 会不会逆转这样的局面 这也是他考量之一 那么还要让你看到是 如果他真的去选了 那么他第一场要面临的选举 当然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了 如果他拿下胜利 真的当上总统了 那么新北市势必就要补选 那补选的这场仗 他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拿下胜利 也成为他的责任点 再来就是2028年的连任之战 因为可能会被人家贴上说 你之前就是落跑市长跑去选总统 而且你总统表现得好不好 也会成为大家考验的地方 所以这三场的选战 可能就会成为他评估的关键 那么再来他们就说了 谁能够下架民进党 可能是参考的最重要依据 因为在南投补选之后 国民党将启动提名作业 所以他们算一算这个时间点 预估呢 就侯友宜最慢最慢 应该会在四月初 就会能够做出他的最后决定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跟白沙屯妈祖近乡来到云林 柯文哲说会选2024 而且要扮演关键的第三势力 张大嘴却叫不出来 午餐时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边爬饭边按摩 看着表情想必是又痛又爽快 跟白沙屯妈祖近乡第五天 总算跨越浊水溪 既然要选总统 知识度不能只局限在北部 柯文哲要拓展中南部票房 来到云林先跟父母官张立善拜码头 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表态 已经让国民党内占得凶 不回应是否跟郭台铭再合作 却表露信心 传出柯文哲私下表示 明年总统这一局自己一定选 虽然在蓝绿两党夹击下 要突围不容易 但能扮演关键的第三势力 还说明年谁当选 由我决定 要努力啦 不是不会 也不会坐在那里就变关键势力 还是要每天认真的 认真的做事 柯文哲选定了 但蓝营内部混沌不明 有人甚至喊话 国民党2024不能排除柯文哲 我们两个刚好错开 因为他过年出一大就去美国 那美国回来换我出来白沙屯绕境 所以这个要等回去再讲了 只要是能够胜选的人 而且认同国民党的这样的理念的人 怎么样的结果 我想党中央会去做最好的评估 做旋转木马运头转向 打选战 柯文哲得头脑清楚 才能左右局势 避免沦落成大选边缘人 前屏东县长潘孟安卸任之后 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副总统赖清德 力拼2024 而他率先抛出未来 可将总统的小英之友会 并入赖清德的信赖台湾愿景协会 不过这样的构想遭到英系成员踏访 军理欢迎巴拉魁总统阿布朵 蔡总统礼貌性地带着他 绕行红毯一圈 却一度亮腔 好险 只是稍微半道 没问题 然而在这场迎宾大典 负总赖清德 虽赵冠丽全程陪在总统身边 但自认党魁 赖就频频被指 对小英人马 特别针对 现在更有人想诊病小英之友会 信赖台湾 那当然小英之友会也会并进来 我们也是小英之友会 大家是分境合集 将帝赖清德 力拼2024大选 前屏东县长潘梦安 却在这时间点就抛出 要将总统的小英之友会 并进赖清德的信赖台湾愿景协会 尤其像小英之友会 它具有全国性 各县市 这样的一个 有系统性的一个串联 不止小英之友会 我认为全党的力量 都会团结支持 小英总统一定会力挺民进党 继续守护台湾 提早开始整合 作为党内 串起的新兴势力 就派凝结党内向心力 但对于潘梦安的并入说 小英之友会总会长 言志发就强调 一切还是以总统本人的意见为依规 更何况 英系里面也有人充满怨言 不仅赖清德 为何连这都要强 历届的总统候选人 不分蓝绿 自己都会成立一个基金会 如果再把小英基金会改名的话 这样对小英总统 以及小英后援会来讲 是一种非常不尊重的说法 并或不并定义我不清楚 要问一下我们的潘县长 合作是一定 但到底是想联合整军 还是派系间的收割整并 若美百话说明 怎能分进何集 TVB的最终学会 台北报道 针对新内阁民众的满意度如何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有最新的民调 再请佳琪我们来看看 新内阁上任由行政院长陈建仁 以及副院长郑文蔡领军的内阁团队 民众他们的表现到底满不满意呢 根据最新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就发现了其实他们是颇巨挑战性的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总体满意度来讲的话 其实满意是大于不满意的 他们的满意度大概来到了百分之三十八 但是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的人 觉得对这样的新内阁感到不满意 但是呢 其实他们评价蛮两极的 但是有两个年龄层是最挺的 我们现在看到最挺他们的呢 就是五十岁到六十五岁以上 这个满意度都有四成以上 但是谁对他可能是不满意度 大于满意度的呢 这个年龄层就落在二十到四十四岁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代言来看到的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邮盈龙就说了 其实呢 这份民调看得出来 他们的社会支持基础略显薄落 未来呢 不管是不是能够赢得多数国人的心 但是肯定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想要让民众能够从感满意度 尤其又是在最后一年 恐怕条件性会很多 也眼神捕捉成见人喝咖啡 不是啦 原来是苦等不到副总统赖清德 原来他比预定行程早到 偏偏赖清德又迟到八分钟 似乎有些尴尬 但也或许让院长有些时间沉淀 院长最新的民调显示 满意度只有三成八满意吗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对陈灿内阁评价两极 百分之三十八满意 百分之三十四不满意 尤其年轻族群 二十到四十四岁公民 不满意的略多于满意者 四十五岁以上公民满意 明显多于不满意 在五十五岁六十五岁以上 满意度破四成 会是因为这样对年轻人释放利多吗 文化部宣布文化成年礼 要扩大发放到二十一岁 这三年来其实疫情 事实上对文化产业的环境 确实是有根本性的影响 除了振兴之外 其实因为文化产业 所造成人与人之间 文化本来的交流的断裂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出帮助 说是要弥补 因为疫情失去的三年 另外学代部分 新方案将协助五十四点六万 经济负担重者偿还一年本席 只是这些院长前见人这天明明有公开行程 却没受访亲自说 还是由郑文灿站上火线 上午院会郑文灿先早一步告退 不只代表院长出席巴拉圭欢迎仪式 还视察鸡蛋 甚至难得副院长开放媒体QA 只能说正副院长 这副首当的真的很有存在感 TVBS附定华五可原理作为A1小组台北报道 台美军事交流近年来逐渐台面化 而TVBS独家取得来台协讯的美军游记兵照片 美军官兵搭乘台湾民众的便车 跟台湾小朋友一起坐在货卡后斗 已经相当融入这边的生活环境 蓝色小货车搭配背景的铁皮屋 典型的台湾山区景象 但仔细一看 货车后斗上的乘客 是一群白人男性 同车前排还有台湾小朋友 这是美军突击兵来台协训教官 休假时到台湾山区游玩 顺道搭乘在地民众的便车下山 美军来台频率逐渐拉高 规模也越来越大 训练的话 它的强度跟深度广度 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经验累积 逐次的增加 所以无可厚非一定会到外面来 那如果这些空间跟民众 不管是生活休憩 或是一些它会出现的话 那民众就会说 怎么以前没看到的 现在都看到了 这些如果事实让民众知道 在没有泄密 没有其他安全考量之前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乐观其成的 以这次来台的美军突击兵为例 就是美国陆军的精锐单位 是全球著名的轻装步兵 常年传授国军实战化的战术经验 前特战指挥官郭立森少将 也曾赴美通过突击训 他认为这些年来 美军的协助成效相当显著 他们把一些作战经验 把一些新的观念 甚至于过去 我们在这方面不足的地方 把我们补强了 那这对我来讲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举个例子 曾经我们曾经到 河欢山高寒地训练 那他们就提供我们一个经验 就是他们在阿富汗作战的时候 突然六七千公尺 五六千公尺上面 高海拔发现 有塔利班有反抗军了 直升机坐上去马上要作战 哪有时间的人去适应高山症问题 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哪些药物你可以先吃 那可以避免到高山症 果真 那你就消除很多高山症危险的因子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些正向 台美军是合作有五大范畴 分别是专家交流 是双方同等专长对等互访 机动辅训 由美军教官来台授课 以及互动协训 由美军小部队来台实作 联合演训 是我方派员赴美 利用对方场地设施进行演训 最后是随队官模 我方安插人员进入美军建制部队见袭 这些合作模式近年来强度大幅提升 台美军事交流从过去的秘而不宣 现在越来越台面化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美方更加重视台海议题 想要凸显台美双方紧密的准军事同盟关系 但另一个层面恐怕也会加深世界 对台海情势危险的印象 担忧会造成战争的自我实现 曾预测中共将在2027犯台的前美军印太司令 戴维森日前率团访台 并拜会我国官方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 经历了乌俄战争 中共二十大定于一尊 他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评估仍然没变 撇除犯台的动机与时机 像戴维森这样的高阶将领 不断预测中共武力犯台时间点 代表的是美军对中共纯军事实力的忧心 而美国去年至少有37名议员访台 是十年来最多 其他包含德国 比利时 英国 波兰等主流欧洲国家 也纷纷来台表达支持 全球民主与独裁两大阵营的对垒 越来越鲜明 之前乌克兰的例子是西方国家 比方说美国已经开始指明说 俄国可能会发动入侵 这其实是一种指明 然后尝试用这种方式去嚇阻 的一种思考 那无论如何各国关注在台湾的时候 反而在我看起来 会让台湾这里比较不那么容易 发生立即性的危险 中共自然也会再重新计算说 它相对应的国外的介入 或者是一些情况的可能性 台海冲突情势受到国际关注 台湾也借机拉拢价值相近的民主同盟 危机与转机只在一线之间 TVBS新闻杨清波顾尚军台北报导 来自韩国的空军黑鹰特技飞行表演队 月底将到欧洲参加航空展演 那么今天早上过境高雄小港机场落地进行整补 停留四个多小时 那么九架T50教练机分三个T次起降 还有南韩的C13栋运输机也降落 帅气的韩国黑鹰T50教练机 黄黑相间的机身超帅气 下午1点35分从小港机场起飞 每一T次三架军事迷带着单眼大炮捕捉英姿 围离旁边网子会挡到是不是 角度不够好第三T次起飞前 航空迷T次一收转移阵地 他们有些一大早就来卡位 南韩空军黑鹰特机飞行表演队 将到澳洲参加航空展的展演 16号上午过境小港机场降落整补 C13栋后勤机先降落 九架T50教练机9点45分依序抵达 下午1点35分陆续起飞 停留约四个小时再停机棚 补给加油地面装备训练 以及飞行员休息 跳岛飞行 就像以前我们F16也是从美国这样 一个岛一个岛这样飞过来 这位航空迷他是空军士官长退役 曾是F16战机地请人员负责武器的挂载 他推测南韩黑鹰特机队抵达澳洲前 会停印尼或是菲律宾再补给一次 打的话太远了 对太远 距离不高 对他的续航力可能没那么高 我有事先安排他们的给酒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搜寻到 他们的那个飞行轨迹 航空迷社团原本还传出 黑鹰此次起降会一次采三架编组 呈现品质队形起降 但最后还是以逐一落地方式进行 对对对 就没有跟想象中的一样 也没有像以往就是三家一起起 去年八月 这群希克旧城过境小港机场 都是采外交互惠方式 外交部里宾司发文给民航局 免费提供停机棚 给韩国黑鹰特机队补给 而燃油则是委托专门经营商务专机的 航空公司承染费用由韩国空军自行负担 而也有人近距离目睹闯进管制区 被民航局抓到 可是可以开罚最高两万五千元 TVBS新闻爱招贤物中心黄小琪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